我們來試試這個幾米CC的那個視頻測試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它的遙控器 白色 還有一個指示燈 然後這個轉盤 是金屬的質感 然後這就是它的其實呢 它的特點就是那一支呢 音箱跟電池 還有那個幾米的操作系統 所以它無需 你可以看到無需 線就能投影 而且在這個沒有光的物質裡面 投影的表現不錯 OK 我們來看看 因為是投影儀 所以它的風扇在運作中 那默認可以看到 風扇的音量不是很大 那它背後就是電源孔 兩個USB HDMI 然後還有耳機的接口 然後上面是它的操作區 比如說音量加 對應的這上面 有圖形的提示 然後是播放和暫停 上一首下一首 也就是說它在關閉屏幕的時候 可以當成一個音箱來用 它這裡是有一個提手 可以充當一個 一個便携式的一個音箱 然後有投影儀 然後它這邊是有JBL 音箱的支持的 把它合起來 它就成了一個音箱 它會自動關閉 打開就成了一個投影儀 然後它投影儀的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是可以對焦 自動對焦 嗨 請你 它在加載過程當中 一會兒我們中間測試一下它的亮度 跟那個風扇的噪音以及聲音吧 可以看到它的開機廣告還是挺多的 全金屬遙控器 全金屬遙控器 就是有重力感應 OK 它現在就在自動對焦了 好 自動對焦完成 那我們來看看 看裡面有沒有歌曲可以放一下 嗯 漠然是步口 我的遙控器好像設計是那個 調焦了 它當然可以把它改成調聲音 现在我就把它改成调声音了 它这个遥控器下面是一个口的 过到左边去调声音 过到右边去调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BL的 音箱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到开场的一个古典啊 它都很清晰 夏晴有一些深度 这首歌是渡口 是经典的新语点 而是因为低频 还有偏重性的女生 这样能测试出特点 然后 与你我别 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是那样的 好 我们让它过台放进音乐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画面亮度表现 现在它默认的是 我们主要看看头影设置 然后它默认的亮度是电池模式 那当然还有节能模式 它内计了一个2万毫安时的电池 所以它的续航 所以它的续航还是 呃 我忘了是多久了 但是应该还比较可以吸的 好像是几个小时 呃 我们来看看它的标准模式 标准模式 好 可以看到确实是亮了很多 我们现在看它的节能模式 就会暗了很多 电池模式是介于这两者中间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自定义模式 亮度是跳到了9 9 8 它有9个亮度可以来调节 我们来取个中文数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看5的亮度效果 5的亮度效果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 呃电池模式 呃有可能还比电池模式更低 呃 对 5有可能是标准模式的亮度吧 呃 那我们再看看0 0有可能是节能模式的亮度吗 0 0还是比性模式 要再亮一点点 然后 我们再来看看亮度为9 它的标准表现还是比较亮的 来看看5的时候的标准表现 嗯 嗯 这个时候其实还比较够的 嗯 这个时候是不有一点点不够 呃 比如说我看这个文字就稍微有点吃腻 那可能我觉得调到4的时候 5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它 有哪些设置啊 头影相关的设置 水平校正 校正 校正是因为它有那个自动自动培焦 所以它要对家 这是一个头影的方式 就是说可以 呃 你可以倒挂着头啊等等 你可以偷着天花板上 自动T型校正 自动调校 这个T型校正 都是传统同意都有的 呃 嗯 声音设置有可能 音声模式 可以 可以放三转 本币 网络 收藏 嗯 嗯 蓝牙 音声模式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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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模式 有年轻设置 是 蓝牙跟WiFi 主要是 然后 那些是 M3的Miracus模式 M DM模式 还有DM模式 又不接个一下 登录了 封印有些什么 开启 然后设备 这些都会比较简单的主题 主题 主题 主题应该是一个 颜色 改变 系统升级 所以说 它类似哪一个对焦图 这个对焦图的话 还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帮你快速的来 来那个确定 有没有对焦图 有没有对焦图 系统 系统 是你好izi不要让你们看到 恢复出厂系统升级 然后我们 因为这里的网没有连接起来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 里面有没有内饰的影片 可以看看电影的效果 好像没有内饰的影片 现在都没有网 我看看还是 OK 这是男人的水 资源管理器 我们看资源管理器 有没有相关的事 相关的内容 它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内积的 是效果的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视频的时候 是一句自动听起来 这是一个美食啊 深夜放个美食片 深夜放毒啊 我们来看看 它在播放过程中 有哪些可以设置箱 3D设置 上下左右南光 3D转2D 字幕 字幕高级设置 还有自动 可以自动下载字幕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小米盒子上也有这个功能 图像模式 图像模式主要是 图像模式看着 是要确认一下吗 有没有差别 有一点差别 它的设置好像得到了一些改变 画面比例 运势比例 音轨 这个主要是播放一些MKV的时候 播放模式 循环之类的 好吧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3D的效果 是这样的 这个3D效果是 左叶3D的 这个好像非常流行 我之前在另外一个评测 在那个以示头盔的评课里面 也分享过这个 TOPGEL的这个3D视频 主要是这个 它的专实效果 专实效果非常少 比较能测试播放器的细节吧 好 我们来看看图片 看看它的音乐是这样的 不会是几米之类的 这是它内置的 就是内置的歌曲 图片没有 文档 文档有一个txt 文档有一个txt 我们来看看这个文档 同一用同一来看文档还是比较考验同一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概是不超过两米的样子 不超过两米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画面至少有六十寸吧 六十寸 两米六十寸 这个成绩已经OK了 但是有时候不一定会想那么大 可能想以更小的屏幕画面尺寸来换取更高的清晰度吧 我们来看这是它最清晰的环境 我们来调校试试 手动调校试试啊 手动调校它似乎延迟有点大 还是自动调校会好一点 对自动调校真是非常便利的地方 其他的亮点就是内置的电池跟效果还不错的 级别有音箱 然后其实外形的特点也很像导致铝合金的外壳 然后还有一个真皮的提手 一个小小方块 好我们来再听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音乐 可以测试一下音箱效果 音箱效果还是不错的 改天回去我和那个创新的那个森巴罗二带来比较一些 然后系统可以用MIUI对比一下 然后同影的效果可以和奥图马的那个LED同影音来对比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设施主要是一个快速上手 那就先进行到任意 先进行到任意 先进行到任意